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來到這個Hankooper Podcast 這個星期的Podcast 就講是Humanitarian Compassionate Ground 我們是會是其中一個series來的 如果你剛剛轉入的時候 請我的拍檔Nikol Chan 基於溫哥華的原理律師 跟我們簡單的概括一下 什麼叫HAC Section 25的加拿大移民法律 麻煩你Nikol 所以其實你如果想申請永久居民身份的話 然後你現在申請Stream A 或者Stream B 有一些東西是阻擋著你可以申請到 譬如你之前是有一個犯罪記錄的 或者可能你的身體有些問題 可能你的健康是有些問題的 這個就會令你無法向加拿大 平時你不可以申請的 那你就可以用H&C 我們都叫做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Considerations 都叫做人道 你可以用人道來避免這些階段 再加上如果你的人在加拿大 然後你沒有其他的選擇可以申請永久居民的渠道的話 你也可以就這樣用人道來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那你整個申請永久居民的渠道就這樣用人道來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很清晰 謝謝你 先講講這個case 我們通過在Federal Court of Canada 拿一些司法覆蓋的case 就是深度地用case study 用故事的方法去瞭解這個Session 25的 那這個不是legal advice 重新就是想幫大家深度地理解什麼Session 25的 那如果你個別情況 那是要找你們的lawyer或者我們可以幫到你的 那我們先講個case background 那這個女士是越南的公民來的 那她2016年1月就是去加拿大去探親 那她就認識到先生和先生加拿大公民的先生結婚 那是2019年結婚的 那她結婚之後她就有家暴 那她先生去虐待她 那她就是到的情況就是 2022年的3月就跟先生分居的 那2022年的4月就 submit了一個叫做H&C的ground 我們叫做人到立場 繼續她那個永久居民身份 我們在這個司法覆蓋那個檔案 看到她就是他officer IRCC refuse了她 她是曾求司法覆蓋的 那這個司法覆蓋的申請是成功的 那我們請了Nicole 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這個case 為什麼officer refused 為什麼聯邦法庭的法官 是批准了她的司法覆蓋的 麻煩你安妮哥 嗯 ok 所以其實聯邦法庭的法官 他就說 其實那個officer有考慮到 那個申請者他全部那些factor的 譬如就是他之前他有 在讀書的 雖然不是加拿大公民 但是他在加拿大讀書的 這樣 再加上就是這個申請者 他是基督徒來的 那那個officer都有考慮過 就是可能如果你回去越南的話 你可能都會有一些discrimination 有一個impact在那裡 那個officer是有講到這些東西的 但是呢 那個法官就覺得 那個officer 講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那個officer要做一個global assessment global assessment就是說 你是要全部這些factor 都要看的 你不只是看一個factor 或者另外一個factor 你是要global assessment的 那變成了那個officer 他就說 法官就說 那個officer有做到少少 global assessment 就是說這些individual factor之後 有做到少少 global assessment 但是那個法官就說 你這個做得不夠足 就是你是要 你是要 如果全部的factor 你都是有一個positive的determination 就是可能你 全部的individual factors 都是positive的 那你的global assessment 就應該是往向positive 那個方面去走 那他就說 你的global assessment 就做得不夠足 那所以他就說 這個就批了 那個法官批了 就說 你的officer要再重新 再examine多一次 哦 明白 那這個case就是 因為那個太太是遇到家暴 那他跟先生分居 那本來先生是用這個 配偶擔保的方法 那分居 obviously 就不qualified 那他用這個人道的立場 是要求IRCC繼續去審批 他的pr application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case 就是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申請朋友分享 那H&C就是很特別的 是一個case by case的 如果你自己的case 覺得很資訊的 請你PM我們 那如果你覺得有其他topic 所以我們做一些research的 請你在我們的comment的留言 那下次再見 謝謝你個時間 拜拜 拜拜